就來講我們國來這個阿兵哥 現在做兵是做四股月 國防部打算 要把一期延長為一年 國防部長進行說 希望今年年代進行可以來公告 但是就是一直沒對我來選擇 替非會主委幫世寬 今天代表是這個做兵才做四股月 根本沒辦法併用一個戰鬥兵 所以延長做兵的時間 這個合情合理 敏感團體也支持一期來延長 而且提出建議 希望本年的內容必須要警察 正式 也就是要靜臉實在 四股月的義務 他要說沒打算延長做一年 就連馬丹林說 部長的替非會主委幫世寬也很讚 平常已經說啦 四個月的這個軍事訓練役 實在是太短了 把這延長 我覺得這是合情合理 的確當一個戰鬥兵 或者一個戰鬥的人員 四個月是不夠的 都連民間團體也騎腳踏車 因為家庭的國家家庭 也好由新衛三軍統帥副總統 和行政入所政策 應該兩者講過 他會記得改變 支持說我們的病疫應該是 可以再增加一點時間 一年應該是很適當 訓練思維上面從和平時期的觀念 調整為戰爭時期的這種準備 訓練方面更精實機動化 要有所謂的專業化 另外就是要特徵化 因為國安保推動七千十分年 既然洪政委已經過世 不如去七千輩堂 沒有連亞政委是 平野安等風暗的關鍵 問題之一 在前面一兩個月的這個基本訓練 作為課程的一部分 的了解跟體驗就可以了 寫程式可能也是一種 保衛國家的方式 網路網軍 宇宙軍的方式 也是一種保衛國家的方式 這軍人的武術之一 他怎麼能夠放棄呢 就像你問我 現在都有飛彈了 還要手榴彈嗎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手榴彈訓練呢 安東體的時間有共識 本來內容到底會不會改變 民間和體的重量 也想法都不一樣 沒有疫情 安東的議題 在後面的政案之前 都會一直受到 國家的關係